受傷男子被固定在長背板上 有救護人員陪同被懸吊在板空中 工地人員操作工業掉臂 小心翼翼將人從六樓工地垂降至一樓 緩慢垂降 省怕男子會二度受傷 救護車在一樓待命 準備將人緊急送衣 吊掛救援的驚險場面 就在台中西屯工業區移出工地 8號上午正在進行新建廠房作業 一名二十六歲的流星工人 在六樓綑綁鋼筋時不慎跌倒 被一旁六十公分高的鋼筋 直接插入臀部 其他工人雖然有協助移除 但男子仍然血流不止 消防到場後替男子檢疫包紮 難提示設法將人送衣 我們救助手還有這個病患 一同協同吊送 然後吊掛到一樓安全處 流星工人送衣後 傷勢穩定沒有生命危險 而記者重回事發現場 不過現場的工人和保全 大都閉口不談 另外中區職安中心貨報 前往會刊 發現承包廠商 未依規定設置鋼筋防護措施 立即處罰三十萬元罰還 並要求業者停工等待調查 下輪新闻是一位陳秉豪台中 採訪報導